好了,你現在聽到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助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講一下馬斯克 因為馬斯克買了這個推特 現在他改了名字叫做 X 歐洲他們的歐盟內部市場專員 叫布雷頓 他昨天給馬斯克寫了一封信 他說現在歐盟內部市場辦公室 有證據顯示有些團體 在推特上傳播錯誤訊息 以及暴力恐怖的內容 歐洲真厲害 歐洲就叫電動車救世主Elon Musk 在24小時內處理這個問題 在24小時內一定要處理 在歐洲發布這封信之前 其實有很多研究人員、新聞機構和其他團體 都記錄在X這個平台上的誤導、虛假和可疑內容 是以極速增加的 為現在的衝突就造成了非常多的混亂 那麼 不遵守歐洲有關非法內容的發規 所以可能會導致他的公司 被處理相當於年收入的6% 這個不是計算收入的 歐洲是很聰明的 他不是計算利潤的 他是計算你年收入的6% 來發錢 這條數可能會很厲害 對於推特來說 這個布雷頓又不是沒有準備 他有準備 他在X那裡貼了他的信 就tag了電動車救世主馬斯克的帳戶 還有提及一個數位服務法的標籤 這個就是歐盟委員會新頒布的法例 就要求平台每個月 超過4500萬的Visitor 他們就要在歐洲那裡 監視和刪除非法的內容 是法律寫明的 如果你平台 在歐洲的Visitor 是超過每個月4500萬 你就要找人去監視和刪除非法內容 並且是要有一個Protocol 是跟足去做的 那麼這個市場專員 就提醒馬斯克 就說他的部門在內容審定方面 就設定了一定要很精確去遵守的義務 X是需要 以前叫做推特 現在叫做X 要很透明和明確地說明 你的平台是允許哪些內容 並且你們是要 堅實地 一如既往 consistently 以及 diligently 要很勤力地執行 你自己的政策 當然推特是沒有自己的政策 為什麼呢? 他是被解僱了一些人 他有一個社交媒體的 群體的政策 但是他是叫一些人自己舉報的 他們是 現在他們變成是依賴一些人自己舉報 譬如有一段影片 你覺得他有問題 你有一個按鈕可以按他舉報他 但是呢 現在推特是被解僱了審查內容的人 即是 Elon Musk 收購之後 他解僱了那些人 好了 這封信裡面是有寫到的 就說公共媒體 以及民間的組織廣泛 報導了在歐盟可以去到的平台上 流傳了很多被操縱的圖像和事實實例 例如 重新利用不相關武裝衝突的舊圖像 其實現在在國內也有很多 在國內很多視頻都是用舊圖的 以及實際上是源自電子遊戲的軍事鏡頭 在國內的視頻很多都是這樣 因為國內呢 有很多是推特搬核工來的 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在國內的自媒體在推特看到一條影片 摸你街區就 摸了一條影片 接著就打一些中文字幕下去 那就起了一條很厲害的標題 配一些很強勁的音樂 在內地自媒體有很多人做這些事情 那我看到有些群組 在微信群組都傳了很多這些假消息 那我就勸大家 你看到有些信息 那些視頻不太妥的那些 最多你就微信我問一下是否真的 最多我可以做一個義務 就是告訴你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假的 很多東西是遊戲而已 其實是 扑你那家是遊戲 他就當是真的 現在那些人是 這樣傳來傳去的 其實 現在是很嚴重的 現在是很嚴重的 那還有就是 現在是 暴雷頓說 希望馬斯克 確保 X 刪除有問題的訊息系統是有效的 並且 要向 歐盟的團隊報告 他們採取了的危機措施 他也有補充 希望X和相關執法機構和 說 混蛋了 歐洲的壓力非常嚴重 歐洲叫他和歐洲刑警組織保持聯繫 並且確保及時回應 歐洲刑警組織和相關執法機構的要求 那布雷頓就說 我現在提醒你 電動車救世主 在 展開潛在 調查和 發現你有違規行為之後 你是極有可能會受到處罰的 哈哈哈哈 嘩 現在真的嚴重了 那 馬斯克他會不會處理回事 我覺得他這傢伙 他坐在這裡也三芒果 罰6%給你 我認為就是這樣 他在歐洲的收入 可能 6%也不是真的很多錢 算了 6%給你 我認為 馬斯克就是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推特的假消息 假片 是源源不絕地飛出來的 是大量假圖 假片 假消息 全部都飛出來 是假的 現在在推特的不斷有人放假消息 是不斷有人放假消息的 先黏 好了 那 來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回來 說一下主題 今天節目比較早一點 休息一會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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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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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